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战马斯明 刀剑枪击的巨大声音 不时还能听到惨叫声 更多时候是马蹄声和马叫声 更怪的是 马从来不敢走进这条山谷 走则受惊 看来这个金马槽还真是名不虚传 这个地方就是云南省陆梁县这个士官村后山的金马槽了 一直以来在这个地方有很多很多疑云重重的故事和传说 萦绕着这个神秘的山谷 就比如说什么鬼主之地 万人头冲 还有这个阴兵过路等等等等的 光听就让人觉得毛骨悚然 这不禁让我想到电影《指环王》里的那个死亡骨 和那些被死神囚禁在死亡骨里的鬼魂战士 迈不走入这条神秘的山谷 周围的寂静让我们的身上泛起了四思两意 那种让马晶爵的声响究竟因何而来 细细感受 这条神秘的山谷似乎禁锢着一些不为人知的东西 据当地人说 那是关于一场战争的记忆 它是猛火站的大战 交战的地方 打交战战嘛 它就是猛火 就是来到那个金马什么人死多了 就是到天一天边的时间 它就会人喊马脚的声 云南的陆梁传说是孟霍的故乡 这就使得当地的人们很自然地把金马草里发出的 如战斗一般的怪声 和一千七百多年前 发生在孟霍与诸葛亮之间的那场战争 联系了起来 诸葛亮渡卢水七情梦霍的故事啊 大致在《三国演义》里的第87到第91回上说 他上演的场次靠后 而且过程也不长 很多人看过之后呢 对这段故事却是印象非常深刻 为什么呢 这大都要归功给咱们云南的这位梦霍 孟大爷 要说咱这位孟霍大爷 看了《三国演义》的人 给他总结了两个特点 首先是特神怪 和诸葛亮对峙以来 张气熏人 雅全独兵 魔法驯兽 藤甲兼兵 他换着招着来 而且招招怪异 仓出不穷 您说当年是朗兵记时代吧 可他有本事 连今天的称化武器都给拥搭了 抓了又放 放了又抓 可这孟霍呢 他就是不服软 诸葛亮的计谋手段和心理素质 在《三国演义》里 那是一等一的 可遇上咱云南这位孟霍 诸葛亮的南征开始于渐兴六年 即公元229年春二月 平定完叛乱班师回成都 是当年的秋天七月 平均四五天 诸葛丞相就对咱的孟霍大爷 一擒一擒了 这事他也太玄了吧 《甸园纪略》中 好像说明了 七情七纵的整个过程 可这样一个过程 它的不合理性 又再一次把我们投入到了 云里和雾里 孟霍真的被诸葛亮 七情七纵过吗 实在很难说 它是真的 好了 说到这里呢 我们今天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 非常感谢您中心的守候 那么在明天中午12点 云南内饰 金星啤酒 我们还是会带给您更加精彩的旅程 和不一样的旅途感受 我们明天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